大家好,我的下妈 家里面吃不完的豆角,就用它来做酸豆角 试一下这个简单腌制方法 只要2-3天,就可以开吃 随随便便炒个酸豆角肉酱 酸辣开胃,又超级下饭 可以试一下哦 再回来的豆角,要把里面有虫眼的地方去掉 还有用手一按是软的 这样里面是空心的也不要 选一些脆嫩的豆角来腌制 这样就不会出现软嫩中间空心的 而且腌制出来的口感都是比较脆爽的 清洗干净后,我们放到量价上面 放到通风处,把表面的水分晾干 再切成粗一点的豆角粒 像我切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食用盐 直接给它拌均匀,不要抓捏 如果抓捏的话呢 容易把豆角的水分给它抓出来 换均匀,就可以开始灌装了 容器可以用家里面的玻璃密封罐 或者是刚喝完水的这种矿泉水瓶 清洗干净,把水分晾干就可以了 装入豆角粒就搞定了 不用放其他的东西 只是如果你喜欢吃辣的 可以在里面放一些小米辣圈 这样腌制出来的辣椒也是酸辣的 就更加提味了 我这里做了两罐原味,两罐辣的 把瓶盖一定要拧得紧紧实实的 或者是你用矿泉水瓶也是一样的 密封腌制两到三天 这是第三天 下面有一层小小的这种酸盐水 就代表腌好了 而且你敲瓶盖是鼓鼓的 稍微拧开就能够闻到这种发酵的气体 酸辣够味的酸豆角就腌好了 这种是素腌的方法 特别的方便 应该是您失败的 你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用它来做个酸豆角肉酱 肉末我们给它炒干水分 加入姜蒜辣椒 给它翻炒均匀 水分炒得差不多了 就开始调味 加入酱油调色 然后少量的食用盐 一点点味精 白糖提鲜 再把我们的酸豆角倒进去 翻炒均匀 把里面的酸盐水稍微炒干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自己腌的豆角 总比外面买的好 而且腌制出来的口感和味道 都是比较清脆的 炒出来的酱也是超级好吃 稍微给它放冷后 我们就可以盛出来装瓶 放到冰箱 冷藏吃上一段时间了 这样炒出来的酱 咸淡可以自己调节 平常拌面 拌个饭 都是特别好吃的 如果你也想吃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夏妈 我们下期再见